今天的運動這句話QA時間 就要來教大家怎麼彈琴啦 喂 沒有啦 我怎麼可能會彈琴 好啦 剛剛這樣按的目的呢 其實最近有很多人在留言處提到了說 跑步的時候 節奏 步屏到底要多快 才不容易受傷呢 那今天我就用鋼琴來演示一下 大約要什麼樣的節奏 才比較不容易受傷吧 我剛才的這個節奏呢 大概是1分鐘175下的頻率 那這個頻率來講 如果是跑步當中 你沒有跑超過175下 在1分鐘以內的話 比較容易造成你的腳停留在地板時間過長 那這個時候很容易就導致你的腳 因為留在地板時間過長 導致運動傷害出現 所以會建議大家在跑步當中 你的步屏至少要在175以上 會比較來的安全一點 那在175以上的步屏呢 對來講也會比較有經濟性 因為你頻率太慢的話 留在地板時間長 相對你的節奏 你的速度都會被拖慢 所以建議你 頻率最少175以上 那最高其實 每個人不一樣啦 那我覺得不用高於190 因為超過190 可能都是很衝刺跑的速度 但還是一個人而已 自己適合最重要 還是跟呼吸一樣 所以記得 頻率這件事情 每個人腳長本來就不同 你只要最適合你的跑步頻率 其實就是最適合你的節奏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運動時間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有更多相關於跑步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下一次 有機會再教你們的音樂啦 好啦 那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